请大家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陈丹琴老师 大家好 下这么大的雨 这个灯太亮了 这个有点像神讯的样子 这边台上还有地方 还有地方 其实 这边也来几个 就不能太近了 不能太近了 这个场面完全是一个抢新的场面 这个后面也可以 后面也可以 哎呀 我这个一下 抢不住了 来同学们 这个尽快找地方入座啊 陈老师要开始讲课了 大家保持安静 我不是讲课 我一点都不会讲课 我倒觉得可以先把猜奖做点 好啊 你不是要猜奖吗 先要猜奖啊 那好吧 先要猜奖 对 陈老师说先抽奖 嗯 这个就抽奖以后 我再好一点 不然大家就等着 是家伙快点点完 好 这样子 这个前面的同学也提意见了 这样吧 那个灯能不能关一下 我们看一看 能关了吧 能关了 谢谢 你们觉得这样吗 就你们在我这个位置 因为你什么都看不到了 就这两个光 嗯 关掉吧 这样病例更安逸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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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还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想做吗 因为我很怕这样一个涉及到阅读文学的一个话题 并不是在座所有青年都那么有兴趣 虽然我听说今天来了各校的好像有三十多个文学社的团体的同学 可以举手吗 虽然不多但是也很不少据说还要代表才能来 是不是这样 啊 啊 文学社为什么要有代表呢 对 这这不是开十八大啊 哈哈哈哈 啊 啊 明文有限啊 啊 啊 呀 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始 大家可能会知道我今天的话题 谈到我的老师沐昕先生最近刚刚出版的一本书 呃 是他在二十多年前在纽约给我们一群艺术家上了五年的文学史课 世界文学史 那么我当时留有五本笔记 啊 呃 去年 大家可能听说了沐昕先生去世了 呃我想问一下在座有多少同学知道沐昕先生这个名字 谢谢好再举一次手真的读过他作品哪怕两三篇 ok 呃 这些同学很诚实 刚才说知道这个人 但是无论读到的手就没举起来 这非常诚实 哎 其实沐昕先生很多作品我也没有读过 虽然我跟他那么熟 啊 呃 对不起 我有点感冒 这可以放过来 呃 呃 所以呢 来之前 我就有点揣测 就是虽然我听说全国各地有不少呃 青年喜欢读沐昕的书 但我相信数量不会很多 呃 也就是说是一个较重范围的一个阅读 啊 可是在去年沐昕先生去世的那一天 就是追悼会的那一天 全国有100位年轻人跑到同乡殡仪馆参与这个送送别 然后下午在乌镇做了一个追思会 开了将近四个小时 很多无名的陌生的青年 非常动人的发言 而在这个会上他们说 我们听说你们在 纽约曾经听过沐昕先生讲五年文学课 能不能公布你的笔记或者他的讲义 啊 那当时这个情形呢 呃 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大家眼巴巴的看着我 希望我给一个承诺 那我当时就承诺了 承诺以后 从今年春天开始 我就把五本笔记本拿出来 啊 呃 因为当时是非常快的速记 所以年轻的编辑可能无法辨认 所以每一个字都是我自己打到电脑里头去的 那么打了将近半年左右 我点击了这个数量 才知道我当时记了42万字左右 一共将近90课 将近90课 将近90课 对不起 啊 今天 呃 广西师范大学 呃 呃 出版社 在北京的这个理想国的工作室的主编 刘瑞玲女士也来了 呃 过去六七年我的书都是他出的 然后沐昕先生的所有著作也是他出的 那么现在有了这么一个文学 课的笔记 也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的贝贝特这个 我到现在都不会念准确的称号 应该理想国和贝贝特什么关系 哎 哎 就反正这本书目前已经上市了 要铺到各地的书店可能还还要还要一段日子吧 哎呀 那么总算我做了我当时向青年人承诺的这件事情 啊 那么在将要出版的时候我们挂了一些 呃小小段落在网上 呃 比如说最后一刻 呃 还有在南方周末发表了这个先生这个讲稿中 呃 大概几百条他的摘据啊 引言 啊 就迅速得到非常多的转转转速啊 的这个非常惊讶 有这么一个人在谈谈文学史啊 所以我特地要问第一这儿有多少是喜欢文学的青年 第二有多少人听说过母星阅读过母星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到了这儿的时候 我特别提出能不能让本校比较文学系的教授 许志强先生跟我一起谈 为什么呢 因为2006年当母星先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 出现在大陆的媒体上啊 然后出现在书书书书上 知道他的人太少太少了 就我在那做似乎介绍的一个一个作用 那么这是一个反常的情况 我非常希望得到文学圈内懂行的人的呼应啊 我是没有念过书的人 我更不是个文学家啊 我没有资格来平息母星先生的文学 这个时候我相信最先做出反应的 那么几个人里在南方就是许志强先生 许志强先生是中年成的文学史的教授 比较文学的教授 我当时完全不认识他 所以那个时候到杭州有一个机会 我就跟他见面了 见面以后我非常非常高兴 因为他几句话 我就知道他完全看得非常准确 对对先生的这文学的把握非常准确啊 这不是很容易遇到的啊 我多少在北京上海能够遇到不少文学家 或者文学评论圈的人 并不是十个人里并并并并不是一下 可能找到这样的回应啊 而这个最早到乌镇去看望母星先生的 也是许志强先生啊 他带着他的太太他的孩子 在06年 这个脉 这个好像好点 所以他是在国内 这个年龄层的文学家文学研究者里 少有的几位直接见过先生 跟他非常愉快的交谈过的人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许志强先生 在这些年 居然持续在他的文学课程上 继续在讲授母星啊 他告诉我 母星的年轻读者比你想象的要多的多啊 很多根本都不是中文系的 不是这个专业的 我就跟他说母星也不是中文系的啊 啊 那么 我后来因为换了email 然后电脑我又不太会弄 所以我失去了他的联络地址 但我知道去年在哀悼的人群当中 许先生默默的也在那里跟先生告别 所以我一定要找这个机会 我说许先生你来 呃咱们俩一块来谈 沐昕先生这个人 同时来谈刚刚出版的这本书 所以我再问一次 大家有没有兴趣听 有 为什么有兴趣听 为什么你们有这么爱文学吗 爱无极物 文学组的同学不必回答 虽然我不太知道你们为什么爱文学 然后你们在读什么文学 我不知道 哎 有兴趣听吗 有 好 许先生请你来 我呢其实一个是我不可能在一个 被人信服的一个一个程度上来谈论文学 哎 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讲演者 我不会准备我也不会计息的讲 哎 呃 所以今天许先生帮了我大忙 他甚至已经有了一个框架来 进行这这这这场对话 哎 回头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可以交流 我能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比较熟悉沐昕先生 我从1982年认识他 1983年密集的来往 呃到他去年去世 我跟先生有29年密集的交往 啊 所以我大家有兴趣回头谈到他的文学 啊 我愿意随时谈一些就是沐昕先生的故事啊 和他的性格和他的部分经历 呃 我们现在先放一下这个PPT 好不好 哎 呃 大家有没有兴趣先看一下沐昕先生 呃图像的图像中的一些 一些一些经历有没有兴趣 哎 呃 虽然这本书大家现在手里还没拿到 哎 但是有个PPT 我展示一下沐昕先生 呃 童年时代 少年时代 青年时代 还有他晚年跟我们上课时代的一些照片 啊 从来没有发表过 哎 哎这个灯稍微可以按一按 哎 来 哪位同学的脑袋稍微 可以 放慢一点 让我让我让我有机会稍微讲两句 太快太快了 太快了 对不起啊 回到第一章好不好 呀 好 呀这个放到全全页全页 呀 OK 呃沐昕先生的属兔子是1927年生人 啊 他是浙江人 在座浙江人举手 呦 哎呦不得了 那都是浙江帮啊 哎呃 同乡和乌镇的同学举手 有没有 你是同乡来的 OK 我回头要跟你说到同乡的一个女孩子啊 啊 这张照片呢 是他非常难得的一个全家福 这张照片估计设在1931年到32年间 是沐昕四五岁时候的照片 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呃 左手是他的父亲 啊 三十出头 在他身后是扶着他的小姐姐 然后他的母亲 呃 个子很高 有那么民国时代的刘海 最右边的这个女孩是他的大姐姐 啊 那么我告诉大家 这个家庭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就是在沐昕 在拍了这张照片的两三年以后 这位父亲就去世了 去世了啊 呃 沐昕好几次跟我回忆的啊 就是呃 病重 然后忽然那一天起来说我好了 我可以打拳了 哎 然后叫了儿子在旁边看 打了一路拳 躺回去 晚上就走了啊 当时沐昕是七岁 他毫无感觉 他说我一点都不悲伤 可是这次在讲文学史的时候 他就谈到一个人不理解别人的悲伤 是因为他自己没有经历过悲伤 他说他七岁的时候 家里面就记得和尚尼姑在那呱啦呱啦念经啊 一点悲哀的情绪都没有 所以到他七十多年了 七十多岁的时候 有一次沐昕忽然打电话叫我 他说我昨天梦到我爸爸了 啊 这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同学 曾经丧失过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 一定会梦到 可是沐昕在七岁上 到七十岁以后才梦到他的爸爸 我说你爸爸怎么样 他说你就找我尊姑了 他跟我讲上海话 你说这家人应该都懂 懂点上海话 不光龙男人 龙男人 他马上就身体一挺 就看着一个地方 好像就他爸爸走过来的那个方向 他说我就叫你爸爸 我印象很深 他在讲这些时候 我相信他非常克制自己的感情 但这是一个神迹 就是一个人在七十多岁的时候 梦到自己一辈子没见过的那个爸爸 几乎没有记忆的一个爸爸 OK 在这张照片上他们俩站一块 然后到了几年以后 他的小姐姐到十五岁的时候 得疾病也死了 啊 这沐昕先生有一次跟我在火车上谈起这件事情 有点哽咽 啊 因为他说他小姐姐去世的时候 身体已经蛮长了 就挺大的 而且还有个男朋友 那个男朋友就在床上 哗哒哒哒的那个脚就打哭得非常厉害 好 那么家里就剩下沐昕母亲姐姐三个人 这样子一晃就到了 咱们叫做解放后 啊 1949年以后 1956年沐昕先生 呃 快要30岁的时候 29岁的时候 第一次蒙冤入狱 啊 被人诬告入狱 入狱的时候 他母亲太着急了 生了病 然后等他出狱的时候 平反时候回来 他母亲已经去世了 不到60岁 啊 那么就剩下他和他的姐姐 然后到沐昕先生 39岁的时候 也就是1966年 我们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时候 他的姐姐被批斗而死 啊 这张照片里最后就剩下沐昕先生一个人活下去 啊 一个人活下去 那么 去年沐昕先生去世以后 我写了蛮长的一个追悼的文章 最后我忽然发现沐昕去世以后 他回到这张照片去了 他跟他的全家团聚了 啊 这就是他第一张照片 来 咱们看第二张 谢谢 我之前也看过这些照片 你拿到书了已经 我今天刚看 这张照片大家看是1946年元旦美展留念 谁的美展呢 是沐昕先生的第一次个展 那时候他多大 19岁 啊 19岁很皮的一个青年 很聪明很皮 一看就知道很零零的一个青年 哎 他那时候跟我说他一天到晚喜欢开玩笑 学校里叫他填表 说最喜欢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 他说吃饭 不是出来 哎 就就很调皮的时候 哎 可是他的第二次个展是什么时候 大家知道不知道 他第二次个人展览是1986年 啊 将近40年以后 此后他再也没有办过任何展览 他远避文艺界 在1949年以后 呀 是我陪他到哈佛大学 在那给他办了一生的第二次个人展览 啊 这个 然后他看到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 就是去年11月17号左右 因为11月17号先生已经昏迷了 开始说胡话 他送到同学院医院急救 我从北京赶过来 赶过来我就带着这张照片 我怎么有呢 是在上海有人 在从前上海美专的老同学里 不知道怎么找到了这张照片 我相信先生已经有半个世纪没有见过了 我就拿去给他辨认 他花了很长时间才认出来 那个是他自己 大家想想看 一个84岁已经冰死的人 忽然看到自己19岁时候的照片 是什么感觉 然后我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不留这些 他说那个时候国破家网 留这些照片干什么 他说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根本不在乎这些事情 可是他自己看的这个照片 看了很久 非常感慨 好来下一张 这张照片什么时候拍的呢 是在1991年左右 沐昕先生已经63岁了 他正在跟我们上课的期间 一个老绅士 呃 站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这个石头那边 啊 整个曼哈顿是建筑在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坚硬的石头上的城市 啊 好 再下一张 这张照片拍在沐昕先生67岁的时候 也就是1994年 他跟我们全部上完了世界文学史课 我们有一个结业的party 他在这个party上拍的照片 他西装里面 他西装里面这件衣服是他自己改的 亲手改的 他会做衣服 啊 来 再下面一张 这张照片就是19 我看过二零 二零零七零八零九三年里面 他在乌镇的某某某某处拍的照片 当时他已经80岁上下了 嗯 好 这个是沐昕先生的遗物 就是他生前戴的帽子鞋 用的小竹台啊 小镜子啊 皮包啊 现在还在他的卧室里放着啊 走 这下面好 这本书里啊收入了一些珍贵的插图 什么插图分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沐昕先生的遗物 这个是他在纽约 到小古董店去买来的那些旧镜框 自己用这种方式把它做旧 然后放各种文学大师的照片到里头去 一直放在他的书房里面 现在还在他的书房 大家文学社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是谁 好 这是一个很小的镜框 比我的拳头还要小 波德莱尔 这个也是沐昕先生做旧的 在这个上头颜色不对了 变成黄绿色的啊 来下一张 这个是莎士比亚 啊 在沐昕的讲课中 他把它称作仅次于上帝的人 因此比上帝还可爱啊 他是这样讲到莎士比亚 来 这个呢就是 清末 清朝末年民国初年 咱们中国出版的圣经合集 那我为什么刚才要说到一个同乡的女孩呢 就是他在跟我们讲到新旧约 讲到耶稣 讲到圣经的时候 提到他小时候的一段往事啊 也跟今天的讲题有关系 就是阅读与青春 在他14岁的时候 在同在乌镇 跟同乡的一个15岁的女孩 保持五年之久的通信 五年之久的通信 通信谈些什么呢 就是两个人谈圣经 啊 女孩子认为 旧约的文 这个 旧约的文学性 高于信业的文学性 沐昕认为是相反 啊 通了大概五六十封信吧 啊 差不多到这个女孩子十八九岁二十岁啊 沐昕也十七八岁 两个人见到了 沐昕很简单说了一句话 完全破灭 这个完全破灭 这个我们的通信没有使他爱我 也没有使我爱他 啊 所以我今天很想 请同乡来的孩子 回去问问看 有没有这么一个老太太 沐昕说了 他说今天要是还活着 就祖母级的人了 他十五岁的话 是一九二六年生的 今年如果活着是八十六岁左右 找找看 全家都是基督徒 很可能活不到解放后 因为解放后的基督徒有一度是 管束的非常厉害 你试试看好不好 所以我刚才问同乡有没有教堂 啊 所以最要紧没有名字 他没有说出他的名字来 所以不好找 但是他让我很感慨 也就是说四十年代左右 所谓咱们今天一天到晚说人文水准 就在浙江 就在同乡 就在乌镇 有十四岁十五岁的男孩女孩 在那讨论圣经的文学性 而且据木星回忆 他的字非常娟秀 文体也非常美 啊 肯定没有上过大学 肯定没有考试 像你们这样子 啊 所以我这里放了一本圣圣和和 圣圣圣圣 圣经和选 OK 来 鲁拜集 这是当时的波斯诗人这个作品集 由郭沫若翻译过来的 啊 因为沐昕先生在文学史当中大量的谈到他 少年时代的阅读啊 因为我要我我的讲题很简单 就是大家不要以为到了大学 或者到了成人以后才是可以好好读书 一个人一辈子最珍贵的决定性的读书的年龄 实际是少年时代啊 那么初中高中和大一大二啊 你读的书一辈子不会忘记啊 如果有人教你读书的话 那你更一辈子不会忘记啊 沐昕可能是这个读书年龄里最小的一个 他在十三四岁十二三岁抗战爆发的时候 有幸运就是他的家里有一份亲戚关系 跟矛盾的家族有有亲远亲的关系 矛盾到重庆去抗日去了 那个矛盾书就留给他家照看 沐昕在十二三岁十三四岁 读遍了他里里头的所有长书 其中就有卢拜吉啊 古今中外各种书啊 所以他自己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在十六岁以前 几乎读遍了当时能够读到的古今中外的书 他十六岁以后我读书大部分是在温习 这句话很有意思 大部分是在温习啊 我相信在座一定也有天生的读书披子啊 呃有哪位愿意举手说他到十六岁的时候 他自信基本上读过了咱们今天书店里 所有古今中外的文学书 我很希望有人举手啊 这样的天才每一代人都有的啊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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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是浙江大学的学生 都是 是挺牛逼的 考试考进来的人 诶 有没有 诶 诶好 太好了 回头你进入我们的谈话 你谈谈你在十六岁之前 你读书的体会 好不好 诶 谢谢你 诶 这哥们目光如炬 诶 因为沐昕说过我要上课 就是让你们离开我以后 仍然目光如炬啊 他没见过沐昕的目光就很好 ok 来下一个 那这张照片蛮珍贵的 我是最近才找到的 这个是1988年左右拍的 当时还没有给我们上文学课 是什么呢 就是我在8283年认识沐昕以后 把我吓坏了 我怎么有这么一个人 就是学问好不去说的 就是这个见解之丰富 就轰炸性的跟我天天聊 我就扛不住了啊 后来我就一波一波的带着中国画家去认识他 因为当时纽约地面上这个中国画家不是很多 我能认识的我都带过去了 这周围这几个都是画家中央美人毕业的 这个 然后隔三差五就就就找他聊天 聊到什么程度呢 这是其中的一个证据 就我们没有足够的桌子就在地上吃饭 吃完以后撤走继续趴着上的聊聊到天亮 真的聊到天亮 外头你要叫曙光 我们全都睡着了 沐昕目光炯炯 那个时候他多大呢 他六十一岁左右 六十一岁左右 跟我们聊天 那么后面这位穿条纹衣服的同学很重要 他叫李全武 就是他还有另外一位 沐昕的老朋友叫张学霖先生 他们两个就是力劝沐昕 说不要这样跟咱们聊了 可惜了 你这么多见解 我们付点钱 付点学费 正式的给我们上课 所以沐昕几经劝说 最后就跟我们讲了五年的世界文学史 所以我最近拼命找李全武没有联系上 但是我今天找到了张学霖先生 来 这是张学霖先生 张学霖先生 跟你们是同乡 他是温州人 然后是六十年代的浙江美院版画系的毕业生 然后在八十年代到美国 所以我们俩在八三年以后 就是沐昕的老朋友 00年我回国以后 他和另外一位女学生 一直也在照看沐昕 到06年我陪先生回国的时候 他们俩就跟在后面 一直送我推着先生的轮椅 就进入机场 所以从那以后 除了007年 你还见过一回 你也没再见过先生 这个 好 看看下面还有还有什么图片 好 PPT就没有了 许先生 你可以开始你的文学讲述 就是许先生对沐昕的认识 对他的文学史的这个观点的认识 非常同性 今天跟陈达清先生 来参加日子 教了几十年书 还没见过那么多的 在一个教室里 so many people 我在浙大上那个世界文学史课 教堂大家知道 都是从古斯拉 讲到19世纪 那么最近几年我在上古斯拉文学课的时候 第一章 第一章 第一段 就是在PPT上先打一段 沐昕先生的诗歌 选字他以前写的一首诗叫 十四年前的一些页 里面有这么几句 跟我这个选题有关系 就像古斯拉有关系 这个诗 这几句是这样写的 他说 白天走在纯青的钢索上 夜晚 夜饮在软的不能在软的床上 满满一床希腊神话 门外站着白皮木马 这是他的诗句 突然一幕把大家知道 他说门外站着白皮木马 然后这个诗歌里面有些句子很有趣 他说说了人一不说的话 是情话 干了人一不干的碑 他叫圣碑 学生一听之后很有兴趣 然后我跟他们讲 讲木星 木星是这个文学源头 他的阅读 哲学 精神美学 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希腊 希腊哲学和希腊神话 我本人对沐昕先生认识 其实还是蛮短的 大概是六七年前吧 我一次很偶然的机会 一个朋友给我发来了他的一些诗歌访谈和文章 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他说你去看一下 我说我不看 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看 他说你看一下 看一下之后回来汇报 我去看 那是我在外地一个小县城里边 没地方上网跑到网吧里边去 然后打开网络一看 非常刺激 他完全超出我的想象 就是说 当然我的阅读是很有限的 但在我有限的阅读当中 我还没见过一个汉语作家 是以这样一种风格方式 思想 这样一种精彩程度在学说 网话一看的时候 人看到人会站起来 然后回去他打长度电话说 看我的感受 这个字后 陆陆续续的搜集 反正网上也好 民间也好 朋友也好 能搜集到的东西都尽量找来看 然后那时候我就听不说了 沐昕先生在纽约开过文学课 包括陈南京先生等很多知名艺术家 在那边讲 这文章里面有几句话 我到现在还记得 他说沐昕被 两岸三地公认为是 升级中国传统文化的 是一个智者 他在诗人的庭院里边 会客厅里边 讲授他的文学课 当时我个想象是 他在讲唐贤祖 讲唐诗 讲宋词 大概是这样 像他这样出生于那个苏香门第 小时候又接受过私俗教育 而且是我们以前 航大中文系 夏成桃先生的私俗弟子 讲古典文学 这是不奇怪的 讲的怎么样 看他的文章 我就有想象 很好奇 心里想 要是能够参加这样的讲座 去听他的课 改作 过了几年之后 碰到陈南京先生 跟他聊起 后来我说 他讲唐诗诵词 讲圆曲 都讲些什么 陈先生告诉我说 他没讲这些 他主要不是讲这些 他讲希腊 讲圣经 讲阿波里奈尔的超现实主义 讲上次的存在主义 讲夏天派 讲斯汤达 讲巴尔扎克 讲伊利沙白文学 这个对我 对我的期待完全是个点子 然后到就到了最近 这一份 有陈南京先生 这个 智路和编辑出版的这本书 温学和一路要出版的 那么当时陈先生给我了一封信 他说给你看两个组件 就是看两个上课的片段 片段 看看自己的印象 看的时候我说真精彩 他说还要不要看 我说要啊 再起来 看这些片段 我给了他那个两个成语 我把这两个成语各改动一个字 形容我对这两个 对这个对这些讲课内容的印象 叫做 珠光剑气 妙语花香 珠光妙语花香 这些不用解释了 就是他的课 他的语感 语气 上课的情态 妙语莲珠等等 剑气是指他的 思想的精神的高度 他的锋芒和敏锐性 那这些给我非常大的冲击 那昨天我收到这本书的上下两本合集 看到之后 我发现还是要修改一下这个 前面的这个八个字 我觉得他是 博大 博大 我接触的艺术家 不仅是那个亲眼看到 或者主要是看到阅读这些 首先在我们汉语文学圈里边 我还没有见到一个作家和诗人 是这样来谈庄子 谈老子 谈无一彩 谈诗方哲学 谈贝格尔 谈肖方 谈贝多芬 以及谈大大笑笑 大大笑笑各种各样的诗歌 文学作品 这个框架子倒不是我能够评价的 我称之为博大的意思 其中一层凡 第二 我是做外国文学研究的 看过不少大师级的 非常有名的这个作家 包括像 纳布科夫 写罗里塔的那个作者 纳布科夫 写的文学讲稿 课堂上我经常推荐 非常精彩的教科书 在我这外国文学的诱读范围内 我也没见到过有一个作家 有这样的一个眼界 所以今天 陈达宁先生很荣幸他邀请我来跟他一起来 这个谈一谈 陈达宁先生 我说我非常非常愿意 我在见 陈达宁先生的时候 有些印象跟陈达宁先生是一样的 我是一个偏见很深的人 不是说我自己有多年轻 这个已经是中老年了 但是我对中老年人一般来说是不感兴趣的 哦 这不是年龄歧视 这是因为 慢 话讲不清 慢 白老资格 讲一个小时里面没多少信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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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许啊 整个思维情态 还是在过去的 他自身的一个活议当中 哈 我看到沐馨先生 那时候他80岁的 80岁的 戴了扼鸭舌帽 围一个围巾 穿着花的羊毛衫 下面是牛仔裤 下面是发毛大皮鞋 这个手指带两个戒指 这个手指带一个戒指 淹不离手 他的眼睛是金亮的 像黑丝绒那种颜色是金亮的 耳朵特别大 像婴儿的脚掌 皮肤光鲜 精神绝朔 一聊天发现 这个思维速度太快 一坐下来我们就开聊 然后他就随便问一句 他说你看不看国画 我说看一句 喜欢谁 我想了一想 我说喜欢元朝的元世家当中的 尼瞻 这是尼云林 他笑笑笑笑 这我也喜欢 尼云林 Core Time 学过英文同学都知道 Core Time 四重重 近井 中井 在中井 在远山 四个部分 四重重 这尼云林是Core Time 然后他做了个拉小剂情的动作 尼云林使用小型乐器 这种评点艺术的方式 非常非常目标 精彩 有趣 郎主持人不知道谈多少 谈哈代 谈托尔斯泰 我说您在美国 有没有去拜会过 索罗的瓦尔顿侯 索罗是我很崇拜的美国作家 写过一本著名的书 瓦尔顿侯 他在瓦尔顿侯边上隐居 一年多 写了这本本书 他说去过 瓦尔顿侯 就像个脸盆落着 他没事故漂亮 他在暗言是避直的 你跳下去自杀 再方悔 来不及了 抓不住 毫不夸张的说 一个上午 三百个笑话 三百个笑话 脱口而出 很高兴 大家为沐西先生部长 之前你讲得真好 讲下去 我找你找对了 还不要停下来 加油小强 李老师 你讲课就二十年前 一样精彩 谢谢 今天主要是 泽德靖先生在讲 这样是宣宾国主 please 因为我感到很荣幸 他在那边 他在接待我的时候 坐下聊天的时候 跟我谈到 他喜欢的一些画家 随口谈谈的交流 说到西班牙的 安通尼塔皮埃斯 说到德国的 安塞姆基福 说到英国的 弗洛伊德 就是弗洛伊德的 孙子 大画家 他这个世界 他的眼界 他这个面 当然我跟他 教堂的智慧少 他每谈一次都觉得是 别开一个生命 他不仅完全改变我对 老年人 老艺术家的看法 而且让我思考一个问题 什么是艺术家 艺术家 超越他的时间 超越他的时代 或者说 沐昕先生 超越时空 这种超越时空的品格和品性 这种精神 这次我在拜读 《文学回忆录》的时候 有了非常深刻的体会 因为这本书的出版 有点特殊 他不是沐昕先生 自己写的一本书 而是由我们 陈丹青先生 在听他讲座的时候 这个记下来 但这个书看过几页 翻一下 读了此中一些章节 觉得是我们理解 或者去了解沐昕先生 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 因为我在沐昕先生 别的作品当中 还从来没有看到过 他这么痛痛快快地 谈政治 谈意识形态 谈文化意识形态 谈资本主义 谈社会主义 谈音乐 已经给删掉号多了 我们永远是被删除的对象 还谈他的信仰问题 所以今天我想那个 我们接下来谈的一个话题 我想跟陈丹青先生一起 探讨一下 请教一下 首先我们谈一谈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文学课 陈丹青先生在上社会课 有关这个课的一些情况 你们出版这本书的一些原始 简单吧 然后我们谈谈这个文学课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不是指陈丹青的文学课 我也在教文学课 很多人教文学课 你们都在上过文学课 大家看过一个电影 叫死亡事射 看过吧 有一次我跟学生讲 你们要去看一下死亡事射 死亡事射就是谈教学改革的 然后他们学生说 你这样说非常扫兴 死亡事射不是谈教学改革 它是谈诗歌的真谛 青春的真谛和生命的真谛 我说对啊 没错啊 但是总要通过课堂实现嘛 总觉得是个老师嘛 电影是比较戏剧化 比较好莱坞化 但里面是有问题 非常发人深省 什么叫文学课 我和他一起 站起来好像有点像 讲相声 之前我其实不知道 什么叫文学课 我也没有上过美术课 几乎 我跟沐昕在 听了五年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就是对他有兴趣 不断不断的想听他说话 当然他在讲文学时 而且他蛮老实的 因为他有个底本 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郑正多先生 上世纪发表的那个 文学大纲 他从小就念过这本书 而且可能不止一遍 一部分评记忆 一部分评底本 就是他老老实实的根据 郑正多的体力 一路讲下来 他当然稍微有点改变 回头大家看了这本书的目录 就会知道 问题是 我真的是个野蛮人 我16岁就到农村去了 我很讨厌上学的一个人 所以我其实都没有想到 这个是在上世界文学课 就是我只是想听沐昕讲话 所以我真的不是一个好学生 他不断的说你们读书太少了 而且读的变数也太少了 那么当然从诗经 从圣经 从朱子百家 然后一路下来 淘钱 尼采 这凡乐锡 就是那瓦来里 他都希望我们以后去读 他不开书 但他会说这个人的东西 你要去读 甚至他说 有本书我没看过 你们将来读到了 告诉我到底写的怎么样 但是 1994年这个课程结束以后 第一 我再没看过这些笔录 这次把它录录的时候 我才开始重新看 当中隔了18年 没有再打开看过 第二个 他叫我读的那些作家的书 我跟你说实话 我一本都没有去读 一本都没有去读 所以到晚年 他在乌镇的时候 有一次 他就坐在那 他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 他说你们还是读书太少 我刚才听到讲过来 他就很愣的看着我 这是个流氓 我说我觉得你比 听你讲过 我就好像读过了一样 就这种感觉 真的 我真的没有再读过 你讲下去好不好 你讲下去 刚才我带路上 也跟张静先生 在聊这个问题 就是文学课的上方 因为其中有一个主题 就是文学的文学性能 因为现在我们 因为您在美国待过 现在我们学校 基本上都是美文体制 学生体制 这个无论是研究 还是教学 基本上是属于那种 科学主义的体系 一首诗 每一个句子 每一个字 它都有关系 都有分析 你觉得这样的 这样的一种文学的上法 跟您在听 沐昕先生的时候 是 我只能这样告诉大家 第一 沐昕也没有上过文学史 沐昕也没有上过 我们今天的大学 他甚至没有好好上过 高中和初中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呢 就是他比我大 二十多岁 二十六七岁的样子吧 我为什么喜欢 跟他在一起 还有一个很很私人的原因 在座因为都是浙江人 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一点 所以我非常怀念 老一辈上海人 老一辈浙江人 因为我的母亲那边 全是浙江人 我从小是听浙江话 和上海话长大的 那我现在再到浙江 再到上海 我发现这样一种语言 消失了已经 就是上一辈 我的旧公 我的外公 像还有沐昕先生 这样的人 什么呢 就是他们讲一件事情 第一非常生动 都是用比喻 或者用笑话 或者用很刻薄的话 来讲这件事情 所以你非常容易记得住 非常容易兴奋 第二用词都非常简单 用词都非常简单 第三呢 就是跳来跳去讲的 并没有一个逻辑的关系 但是如果 遇到像沐昕这样的人 你发现他圈子跟你兜啊 兜兜啊 就一个晚上过去了 最后他忽然来一句 你又想起 刚开始谈话的时候 那件事情 但是你已经听他讲了 一个晚上 你的看法 已经跟你进来的时候 不一样了 已经 这是他非常擅长的一个 一个话语能力 所以他 我看着他死去了 我非常难过 就是我没有机会 再听到一个人 这样跟我说话了 你刚才说的是 一种 就是一个天才 财思敏捷 这个 你根本跟不上他的思路 这是他的一面 另一面就是 他身上那种 其实是非常日常化的 就像 真的像我的一个老爹 或者一个老亲戚 跟我在讲话那样一种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他只要跟你谈对路了 你坐下来十分钟以后 就立刻进入话题 他根本你到底是谁 他都不太清楚 他从来不会问你 从哪里来 你是学什么的 或者你是怎么样 他不在乎的 如果你能回答他 比如你跟林这个问题 他就一直谈下去了 就一直到你走 他都不是很清楚 你是干嘛的 他什么都说 什么都能说 他就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现在没有了 所以你问我 我在听他讲文学的时候 我好像 学林 我们这样想过这个问题吗 好像没有啊 好像没有 他讲是讲的蛮规矩的 比方说17世纪英国作家 跑上来就拿个小黑板 这个小黑板现在还在 我以后从纽约要带回来 就啪啪啪名字写好 英文名写好 然后抽根页就开始 一个一个往下讲 但是呢 你讲的时候 就像在听他话家常一样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都还问到我了 我真的 也许我没有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阅读 然后文学课是引导大家 大家去读文学作品 然后也有很多人说 现在文学是边缘化 这个大学生读书少了 可能都是一些现实 但也不完全是现实 那么现在我们想谈那个问题 就是说 像文学阅读这样的东西 我们自己是怎么看待的 刚才你也就谈到了 我怎么看待的 很简单 塑造自己 我在乎的我面前 谁在跟我讲 我现在有点明白 这家大学这 为什么有这么多爱文学的人 因为你在跟他们讲 我想听下去 我对学科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跟我讲美学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但是我前面站了个木星 我马上愿意听他讲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痛骂今天的教育 就是我对任何学科 任何学术性的话语 第一没有感觉 第二我没有兴趣 我真的在乎 谁在我面前讲 我真的很在乎 谁在我面前讲 是 所以继续听一下 刚才张青先生有说到 在开始发言的时候 说到这个读书 读书非常重要 我想没有比阅读 更加能够塑造 这个自我的精神 想象 人格 这样一些问题 这个有个科幻小说家叫 CP Snow 他曾经做过一个讲演 讲演叫两种文化 这里边有个主题思想是 他认为当今院校和当今这个社会 科学知识分子和文学知识分子的分开 分歧 这是一大遗憾 这是灾难性的可以说 对 是一个灾难性的东西 因为他反过来 他是要强调 文学智慧 文学敏感性 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墨星就说过 我们今天讲文学时 是在讲文学的神学 我们学文学 就是我们讲文学 就是在讲文学的圣经 他是这么来看文学的 其实当时他讲这些 我只是记下来了 我都没有想过这句话 但是现在我四十多万字 重新录一遍 我等于又上了一遍 上完以后 我又还要校对两三遍 所以我等于重新复读了 至少三遍 从头到尾 复读了三遍 好多好多话跳出来 所以他在最后一课说 这是我67岁讲的话 等你67岁的时候 也许会觉得值得看看 我现在快要到马上60岁 到达开课的年龄了 我比我那会明白多了 我是从36岁听他讲 然后一直听到我42岁这样子 现在想想这个傻逼 就是根本 真的很多话没有听明白 当初怎么会想到 要开这样一个文学课 你问张学霖 其实不是我的意思 我比他们奢侈 因为我跟沐昕特别近 所以他在课堂上讲的那些话 其实他平常跟我聊天 一天到晚在讲 我想想可怜 他知道我没听懂他的话 可是他得有个人听他说话 他说我是激起他灵感的一个学生 你们千万不要高看了这句话 就是我喜欢哈哈大笑 他听我一笑 他马上第二句笑话来了 然后我又开始笑了 笑了开始 开始就从凳子上跌下去 跌下去 他跟我爬起来 他已经一句等好了 已经 就这个样子 这就是我给他的灵感 所以说什么呢 你刚才说的非常对 就是你说他 你给他八个字 第二个词是什么 就剑气 叫什么 珠光剑气 珠光剑气 剑气 就他这把刀要磨啊 太快了 这把刀 可是你不能空磨 你得有个石头 所以我们这些人 就是他的石头 这磨一刀 那人磨一刀 就这么磨了五年 所以我想他给自己 上了一堂文学课 我想他都没有有机会 就是整个的 把这本书捋一遍 就所谓文学大纲 而且一直捋到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本来 不在他的计划里面 他本来讲到 十九世纪文学大纲 到十九世纪就完了 是吧 然后他又添 我们大家哇啦哇啦 叫说不要走不要走 二十世纪也跟我们讲讲 就他一直讲到 二战以后 讲到模范现实主义 将近讲到六七十年代 所以我相信 其实没有我们这帮人 混在他旁边 他也没有机会 给自己上这么一堂课 我想这是他 给自己上的一堂课 就老子他妈这么谈文学 他自己都会很惊讶 我相信 他给了一个说法 叫文学演真 对他说下一课 就是最后一课了 我们这个文学演真 就要结束了 他对什么事情 都会找到一个词 这个词是没人 这么用过来说这件事情 但最后你就发现不能动了 没有比这个说法更好 你比方他说拿渣 拿渣他说 他是你宰的先驱 说是武功的莫扎特 然后说是永远的孤儿 说是在 是在说拿渣吗 结果把你才给说出来了 把莫扎特说出来 把孤儿说出来了 我相信他讲这些的时候 就是他有些我相信是 他原来就写好的 有些我最喜欢记得 就是他的当场发挥 我相信他讲第一句话的时候 都不知道下一句话是什么 你在后期间也讲到 他的理题话 理题话 理题 他叫跑野马 他跑野马 他小孩子的跑法 就这样 这智力过剩 出汗也要 滑了滑了往下流 你继续说 你也是跑野马 刚才张先生说这句 我感受了识 读路勋先生这本书 就像读他自己写的那些作品一样 感觉他是把他的艺术思维 发挥到某种极致 就我再重复一下刚才 刚才刚才说的这个意思 讲到中国明星小说的时候 封神榜 他是封神榜 哪吒当推第一 当推第一 网站他们用了一连串的定 这个论断 哪吒是武功上的摩扎特 是吧 是迷彩的先驱 是永远的孤儿 上帝说 进天堂的都是孩童 他说哪吒大概是应该进天堂的吧 后来你去看这些书 看他这本书里面 这样的比喻是很多的 这个 能够反映木星先生的这种 艺术的概括力 他的文化思维 比如有一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在定义宗教 和艺术的区别的时候 用两个成语来向我们描绘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他说这宗教 我吵这个牛逼 他在上课 讲到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在把他思维推向个高峰 他说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是宗教 放下屠刀 不成佛 一说 慢慢来 还有一句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宗教 苦海无边回头不是岸 一说 大家想想 苦海无边回头 不是岸 惊悚 这个话 不是很好理解的 但是非常容易记住 哪一天你遇到一件事情 你会想起这句话 这句话会跳出来 什么是宗教 什么是艺术 他说佛教喜欢讲大话 然后他说 他说佛教开的都是 宗教开的都支票 将来你上天堂 将来你会怎么样 会灵魂得到安息 或者这个人会得到报应 他说艺术是cash 艺术真的会给你帮助 让你能够解决问题 他在大量的段落当中 都谈到宗教和艺术的关系 你要不要有本书 随时 但是你记得真实力 还是家伙 放下 这个话很少有人会注意到 就到你这 你马上就 就 就 它是那个 一般比喻 大家认为是一个 文人的一个习性 但同学们注意 比喻绝对不是一种 仅仅是技巧 比喻是思维的高度 能打出什么样的比喻 说明你的艺术思维 整个哲学思维 在一个什么层次上 吴军先生让我 感到非常敬佩的就是书里边的这些思想的一些自高点 他在 他在谈东西方文化的时候 会有一些非常出人意料的说法 比如讲到屈原的处词 他说屈原的处词完全可以跟西方的交响乐 括号瓦格纳 布朗姆斯 法兰克 西北纽斯 像屁门 你简直就像背出来一样 这段话现在就在我手里 他说 他说这里边有一种心情的起伏 布满了华丽的词照 但是始终在起伏 给人一种飞翔的感觉 牛逼 我在后面 你看啊 离骚能和西方交响乐 华格纳 布朗姆斯 西北纽斯 弗朗克 相知美 处词 起于屈原 绝于屈原 宋誉 华美 眉秤 雄便 陶陶 都不能给予屈原 唐诗是琳琅满目的文字 屈原 全篇是一种心情的起伏 充满指导 却总在起伏流动 一种飞翔的感觉 可怜啊 当时我们这些学生 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 好可怜 沐昕有时候看到我们 我知道他心里好好好 就是很 很污染了 就是 没有人 真的 他要是我们有一个人 能够对上他一句话 他好高兴 其中有一位叫曹立伟 他明天会来的 他在国 国 国美教书 是我在美院的同学 沐昕先生在讲 这个屈原的时候 曾经说 屈原是中国文学的塔尖 一个宝塔的塔尖 曹立伟马上就问 那陶渊明呢 所以他在讲 魏晋文学的时候 提到这件事 他说曹立伟这一问 问得好 他马上回答就出来了 他说陶渊明是什么 他说中国文学 塔外的散步者 塔外的散步者 后来他一直 发挥了这个观点 可是他经常说 他说当时 你要是不这么问 我这个意思 就不会出来 所以他说 为什么事说新语 到今天 还应该继承发扬 因为有好问 有好答 再好问 再好答 他最兴奋的 就这件事情 是吧 对 来来来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些 我会出来 给大家听 我相信对在座的各位 各位来宾和同学 是 是有很大的追踪作用 然后玩神曲 神曲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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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文艺复兴 他说神曲涵盖盛大 中世纪哲学 神学 军事 伦理 都有 以现代观点看 神曲是立体的离骚 离骚 离骚是平面的神曲 但接下来来了 他神曲是一场噩梦 是架空的 是淡丁的 伟大的徒劳 伟大的徒劳 这个就是他的剑气 一剑一剑戳过去 毫不犹豫 立体的离骚 平面的神曲 是不是两个都说出来了 他说 他说 这个 托耶夫斯就是 产式的巴尔扎克 产式的巴尔扎克 他还有一句好玩呢 说多斯多耶夫斯纪 说到什么呢 说到金平梅的姓 他说 金平梅 不然器官生在身上 还是写成了人 几乎是姓的 多斯多耶夫斯纪 托尔斯泰 多斯多耶夫斯纪 完成了艺术 金平梅 要靠你自己 找出他的艺术 你们都很牛逼啊 你们全都能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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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这个精彩处在哪里啊 痛处在哪里 痒处在哪里 他讲阿拉伯诗的时候 有句话很好玩 他各个时代 各国诗人 各抓各的痒 这是我讲的 各抓各的痒 然后全世界诗人在那抓痒 你们在那拍手 好 来 你再讲 你再讲 刚才讲那样 那些东西在说里面还有很多 这个 我记得他在讲老子的时候 他把老子的道德经理解为 是一个 失良 孤寂 绝望的 绝命书 加情书 然后引用老子二十章 第二十章里面有一段话 众人兮兮兮 如敦春财 如想太劳 而我呢 我如彷徨 欲何之 就老子在这里边 刻画自己的一个形状 一种处境 沐昕先生说 道德经的第二十章 完全可以梗 贝多芬 晚期四重奏 慢版的那种情操和感慨 想通 比较文学非常喜欢建立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那边是西方文学 这个职业绩的 就在不停的搭桥梁 建立各种联系 但是建立联系 有拙劣的 有高超的 有通顺的 也有完全狗屁不通的 这种联系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联想 它硬含着一个人的学识 更重要的是精神高度 汤仙祖跟莎士比亚 比较不是不好比 但是看你怎么比 有的时候比下来觉得越比 好像越没什么好比 没有什么共通点 陶渊明跟华士做比较 这样的语言文我也看过很多 机械性的操作 所谓的学理性的操作 那么这里边的 精神的这个曝光点在哪里 那你还不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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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之强跟马拉多纳去比 黑头发 都是黑头发 都没过一米七 都是左脚踢球 你觉得是那种 可比系吗 我读穆星先生的这些作品和这些书里边 感觉冲击非常大的是 他的世界观 人生观里边 推出来的一种 文艺观 就他的一个艺术的观照 谢谢 谢谢 然后刚才陈南渊先生说 在座里来的同学很牛 听到的精彩地方都能鼓掌 说句公平话 说句公平话 我在折大敲那么多元书 折大学生是非常有趣 很多人才华很异 再让你们拍拍手 因为你刚才讲到 就是拿中外文学做比较 都在做 都在做 但是做的差 做的好 做的低 做的高 大不一样 可是到了先生那儿 他就是撩着玩了 等于是 他讲到新小说的西蒙 有谁看过西蒙的东西没有 橡皮啊什么这些 克罗克西蒙 有谁看过吗 新小说 文学社同学据说 西蒙没有看过 那个 马克力的情人应该看过吧 看过 西蒙就是他们 他们一伙的 一伙的 一伙的 他们的宗旨就是 要写细节 要写 写感觉 绘画性 而且他们的矛头都指向巴尔扎克 这个木星就为巴尔扎克打不平 他说巴尔扎克给他们绑起来批斗 他巴尔扎克是老同志 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 就他说到西蒙的时候 他有这么一段话 很有意思 他说 庄子是要饭的 陶渊明借你 西蒙到底是法国人 他种葡萄 羊血做 这样一来 我倒也替他放心了 陶渊明要是不种菊花 种葡萄 多好 这是他说到西蒙的时候 因为咱们当时在美国混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下个月房租在哪里 我们怎么混下去 每个人都有经济问题 所以他说西蒙写了十八部长篇小说 很厉害 但他怎么活 结果是种葡萄的 到底反国人 陶渊明种菊花 就种葡萄就好 一拉拉到陶渊明 还有一个更好玩了 他说卡夫卡这个高节 非常高节 这弄到后来要把这个书全部烧掉 他说 他说我从小也想写 写了以后烧 真是少年不知烧滋味 烧不得的 但境界真是高 卡夫卡像林黛玉 费病也爱粉稿 应该把林黛玉介绍给卡夫卡 这个你打多少分 你打多少分 没有办法给他打分的 吓唤人的事情 这个卡夫卡林黛玉 两个人想想有道理 想想有道理 我是刚才在讲这个 讲到这个得大的学生的时候 我是在想 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讲的 推荐的 然后他们去看 听他们的这个聪明才智 他们会从胡勤先生那边 得到这种很大的刺激和动力 他会知道什么叫文学的自我教育 这个自己的这个知识的这个框架 可以从这本书里边 都带着很好的一个场景 因为我相信在座一定有小小的 卡夫卡和林黛玉 肯定 肯定有 所以刚才我在路上 跟张天先生讲到这个问题 是不是我们就这个问题 聊一聊 就是沐昕先生的 一个自我教育的问题 他在文学讲稿里面讲到这样一段 他说我对文学的解释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 这个当时看到我停了一下 很关注和感兴趣 所以我这样说是有道理的 我觉得他给自己上了一堂文学课 所以他会在最后一课里面这样说 我觉得他说的很诚恳 他说 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 是一脸看不见的青春痘 就是我是到了美国以后 才慢慢成熟起来 在另外一个场合 他还说到 他说幸亏我前面写的东西 都是不成熟的 他们抄家都抄走了 我是出来以后才开始成熟起来 那么他这样说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体现在他跟刘军的一个访谈当中 访谈当中 他跟圣经的关系 他跟约旦河的关系 他跟欧洲的关系 跟美国的关系 然后有了这些关系 才有他跟中国的关系 这就是你这个 你刚才这一段说的很关键 就当初你想象他在美国谈文学 可能是在谈唐贤卓 谈谈比方 这个谈谈老庄 谈唐贤宋词 对 结果当你看到 他谈的是这么一个框架 非常感兴趣 非常感兴趣 就是你要论国学家 中国有的 你要论这个 这个西学家 中国也有的 那专家就更不要说 就问题 他这样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 当真去做 我还蛮少看到的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给我 我没见过 就玩真的 就玩真的 因为大家知道 我刚才已经在图片上 略约介绍了 沐昕的一个 整个家世和经历 也就是说 他在22岁 1949年 一直到他1979年 这个 8283年 556岁的时候 这段时间 人生最好的时间 22岁到556岁 他完全 不能够发表作品 也不想发表作品 完全不能展览 画画都是偷偷的画 监狱有过三次的 有过三次监狱生活 一直在监督当中 他的现行反革命的 这个监督 一直到1979年才撤冲 就是这么一个人 居然在监狱里 居然在那样的岁月 就是怀里 就揣着这个文学 揣着哲学 他有一段话 讲得很对 他说 讲到20世纪哲学 影响艺术家的哲学 他说 我从前有一群学生 到了文革都撑不住了 我才想起来 我没有教他们哲学 他说 我多多少少啃过一点哲学 所以到了文革事情来了 我能考得住 当然今天跟在座的年轻人 讲文革 一个人怎么才能考得住 怎么才能考不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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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大家都知道 那是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劫难 巨大的一个劫难 多少人都给吞没了 就居然走了 木星能够存活下来 而且居然没有放弃 他的 所谓他自己讲的 就是艺术对我的教养 对 就这里面文学是个什么角色 这真的是很 很来人寻味 因为我在 我在看明知管 这些散片的时候 就已经感觉到 这个问题 我想不仅我感兴趣 广大多者也会感兴趣 就是一个自我教育的问题 他在书里面 谈到这两点 有两个核心概念 我感兴趣 第一点是说 这里有一段话 我摘下来 他说 要做一个世界公民 读者观念 世界观念 必须要有一个整体性 现代文化的第一要义 就是它的整体性 面对世界 面对历史 要投入进去 我个人占什么便宜呢 就是少年时期 把自己放在这个整体性当中 广义的整体性 现在每一个中国人 每一个知识分子 每一个读者 每一个文化人 他其实都是 都会面临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个是跟传统的关系 传统断了 不仅是文革 故意的断层 文革不搞 它也要断层 因为现在是个 现代化的世界 科技的世界 断了个传统 怎么跟它进行联系 一个回不去的东西 死报复它 文化保守主义 情得通吗 完全扔掉它 可能吗 好 我们跟西方的管事 有人要强调 越是民主越是世界 我觉得这句口号 始终是质疑 我觉得这是个 简单的理解 作为一个中国的 文学工作者 或者文学家 或者是一个读者 一个文化人 他怎么跟西方的文化 导致一种模式 物性提出一个 现在性的 一个整体性的观念 我们不从理路上思考 从感情的脚步 去看它 一下子就能感觉得到 刚才不是说到 古今中外 谁像他那么讲 从黎世奥也是讲到 红楼梦 从那个两西 古希腊和古希布兰 讲到超线人士主义 这不是一个 一般意义上的 这个卖弄知识 或者知识性的一个框架 这跟博学没有关系 那不是博学的问题 他一直说博学可耻 跟博学没有关系 他倒是经常说 我们讲课 其实不是解决知识的贫困 而是品性的贫困 他跟你这个整体性问题 也可以有一个呼应 我们今天算层次高的学者 一见面 对来对去 实际上是你这个主义 我这个主义 你是右的 我还是左的 你是比方说是 尼采内陆的 还是萨特内陆 或者是国学 你是比方说儒家的 还是宋的 我觉得这里面都在上面 还有一个整体性 这是木星最在乎的东西 他从来没有兴趣介入这种小争论 小立场 他总是要找一个大立场 所以这又牵涉到他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跟我讨论艺术 你说你的所谓美学观 你的艺术观 那他就在想 那你的背后还有什么观 你如果背后没有观 你怎么谈得清楚这个美学观 艺术观 所以他就提出来 咱们这个建国以后一天到晚 讲世界观 世界观 他就在这本书里 我相信蛮少见的提出两个概念 是蛮难被理解 被接受 一定要争议的 就一个是宇宙观 宇宙观 宇宙观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是你人类在那争 是你人类在那说 世界怎么样 自然怎么样 生命怎么样 宇宙是无情的 所以他一直佩服老子 天地不仁 是万物为出够 可是他又加了一句 天地无所谓 无人无不仁 这是他自己的话 意思就是说 老子还是多情了 他站在人的立场 在讲宇宙 他如果成为宇宙的立场 什么人不仁 没有这件事情 所以他说 你在那共产主义好 还是法西斯主义好 还是民族主义好 你在那争 然后一个球过来 撞了地球 你争什么争 所以你要在一个 大的宇宙观 作为一个前提 然后来考虑一个 所谓世界观 然后一个人生观 然后一个政治观 然后再微缩到 你的所谓艺术观 什么美学观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 就更难被接受 我相信一定会有正义的 就是悲观主义问题 就悲观主义问题 那这个是 这一句话会说死掉的 但问题是 大家如果愿意去看他的书 他不断不断的在重新诠释 什么叫他心目中的悲观主义 虽然语言不多 但是跟他的上下文联系在一起 跟他正在讲的那个例子 联系在一起 你慢慢慢慢会接近他这个 可能你还是接受不了 但是你有这一说在心里 和没这一说在心里 有一天你会明白是不一样的 我是这么想 刚才讲到那个公事 在他书里边 还有一个箭头标志的 他觉得我们 就是在做 我们要一起搞得 他最重要的是 你要得出一个宇宙观 对这个问题有思索 然后箭头过来 才得出一个世界观 然后是个人生观 文史的观照还在下面 这个东西在下面 真正伟大的人物 真正的异端 真正能够照耀千古的人 他这个底盘都是悲观主义 照他的说法 都是悲观主义 都是看透的 曹雪晴 巴尔扎克 尼采 耶稣 而且没有人这样讲过耶稣 耶稣完全是无政府主义者 而且他说的东西 其实根本不可能实行 然后也是老子的理想 我扯 但根本是不可能的 什么小国寡民 什么老子不想往来 那都是气话 我真的不知道 有谁这样解释过 没有 而所有这样的解释 其实基于木星 很早就一个 非常主动的一个观念 就是一个悲观主义 一个守宇宙观 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 大家如果看过 那个最后一课 他就说 他说什么博物馆 美术馆 礼木 殿堂 纪念碑 他说 一副西在 金在 永在的样子 他说都是毁灭前的景观 我是怀着悲伤的心情 看着不知悲伤的事物 这句话讲下来蛮狠的 因为年轻人受不了 我们生命刚开始 他说这都要毁灭了 所以另外还有一句话 就是你时时刻刻要抱有死的恳切 就是我们都要死的 那这个我觉得 他在讲文学史的时候 是其实正是把咱们现在 牛逼哄哄什么生命观 什么什么 这真的是把自己 这生命感受放进去 我在看的时候 也感觉这一点 他这么适同的讲下来 西方文学 中国文学 他里面那个架构 然后是他的一个哲学 世界观那个架构 然后在奴提游离 但是他又不上那个套子 他不当哲学来讲 他不当哲学来讲 这是他语言的一个 一个魅力 他不进入学院语言 他不进入理论语言 但他又谈的还是理论 所以他自始至终 是用文学语言 在谈谈谈这一切 用文学语言 在谈文学史 因为我们很多文学史 其实用的不是文学语言 对 而在他看来 伦理啊 哲学啊 是子虚无有的事情 在他看来全是文学 他不喜欢孔子 但是他佩服孔子 我把他当文学看 是文采实在好 所以这样随随便便 扔几个出来了 其实是不容易消化的 不容易消化的 但我想这就是这本书的魅力 我觉得 所以我为什么真的不太 不太想到 他是一个文学诗 就是沐昕在说话 四方话 四方话 文学四方话 这个四方话现在公开了 可惜你们看不到 他的表情 他在说四方话 这个话的时候 你能不能介绍一下 很遗憾 就是他不让我们拍照 他也不让我们录音 他完全 这方面他是个老派的人物 就是 他觉得讲课就是讲课 他 你想 我跟他这么好的过 他从来没让我画过他 他说以后你帮我画张油画 我知道他说的 以后永远不会来的 就是一定要 在他最好的状态 打扮好了才来画 他不喜欢自己的样子 他同时又觉得老了 他如果拍照 他会非常郑重 他通常会正装 你们不要被他的这个穿的正装 疑惑说他一天到晚这个样子的 他平常穿的很随便 当然也也也蛮注意啊 和蔼可亲的一个老头子 但是一旦要拍照 我相信这是老一辈人的一种习惯和自尊 现在不太有了 现在随随便便拿起来就拍照 拍照变成一个太任性的一件事情 在他呢 他对摄影对影像还是有敬意的 所以我们到现在没有留下一份上课的录音和讲义 和不这个和和和和影像想起来蛮可惜的 蛮可惜的 现在随便什么讲课都有影像和和和和录音 就我们没有 他那个讲到自我教育这个话题 他里面有讲过一个话 说每个人在一个自我背景 然后曹雪芹 书法家 什么人家 这个金同一礼 那萧邦是个演员 等等的 他举了很多例子 其实他没讲的还是沐昕 我不是很 这个 你能够了解他的这个状况 因为今天我们讲的是作为一个文学家跟沐昕 这个因为这样的人的确是很少见 他涉及很多领域是吧 其实我不太费心想过这个 我相信第一 他就是超强的记忆力 第二呢 就是超强的好奇心 第三就是他经常提到的问题 就是天才是自觉的 所以当他小时候 也就是正在我们 离我们这一个钟头的车就乌正 一个小孩子 十四五岁的小孩子 在那自认为读遍了当时的古今中外所有书的时候 他知道将来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 他最 他最自己是有要求的 他不知道能不能够做到 但是他告诉我 他第一次看到比方说 米克朗基罗的大卫 第一次看到比方说普希金的肖像 拜伦的肖像 他说他会站立 他会抖 他说我长大了就要做这样的人 我相信其实在座的所有年轻人 在你们半大不小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志气 有什么梦 我想这很多人都有过 但是很少很少有人果然真的去做 真的去做 而且不放弃 当中遭遇多少就活不下去的经历 但他不放弃 他跟我们讲课的时候是快七十岁的人了 他好几次会哽咽 他会讲不下去 他会很 就是很多感情 他讲到佛罗拜的死 讲到托尔斯泰的坟 我清清楚楚记得他会哽咽 你想想看 这是他十四五岁就读过的东西 咱们不要说六七十岁 我操得三十几岁 一上班小白领一坐的 这个车一买房一弄 一结婚孩子一生 什么托尔斯泰 什么霓裁 所以他说每个孩子都是天才 但是长大以后呢 他经常问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他让我害怕的 不完全是他的学问 也不完全是他的魅力 而是这家伙玩真的 玩真的 就是 我知道他有多少磨难 包括到了美国以后 大家现在应该知道 我们任何一个中国人到了国外 除非你是富二代 这个呱呱之类的 你在外面可以买车 一般咱们老百姓出去啊 不管你家境多好 都有一段奋斗的时候 沐昕先生出去的时候 五十五六岁了已经 那样一种生存压力 可是他在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跟我们讲道科 他会哽咽 他还眼睛里有泪光 对啊 对啊 就他玩真的 这是让我最害怕的地方 前两天 一个学生跟我聊天的时候 就谈起一个事情 这个学生蛮有见诚 他说 我们现在提供的模式太单调了 比如说屌丝和富二代 屌丝和高帅富 他说屌丝和高帅富 可能是一种现实的情况 他说但是我们的社会应该提供 其他的一种模式 比如说我们和精神贵族之间的一种牵引力 需要其他的肯 其他的对比度 刚才讲到沐昕先生的时候 我这方面很感兴趣 包括他的成长 他的自我教育背景 他不是仅仅是个诗人作家 他还是个画家 好像还好工艺没 工艺设计这些 对对对对 他哪里哪里那么多时间做那么多东西 我希望在2013年或者14年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在上海书展的时候 或者浙江院一半的时候 我会从乌镇他的他的那个那个 怎么说他的档案里面取一取一部分他的手稿和原作展览 请大家来看 你们要是看到他的原稿会非常震撼 就是他同一首诗甚至一句牌句 他会在不同的本子里反复写上十来字 只是为了一两个字的更动 就是你们看看他是怎么工作的 怎么要求自己的 另外呢 就是他今天会给我们一个 他已经走了 没有了这个人 所以他留下的著作 他的照片非常绅士 非常有风度 有魅力 然后我们大家的讲述他 其实整个已经在把他浪漫化了 问题是你们不要忘记 他的整个的壮年和晚年时代 基本上就是一个上海工艺美术厂的一个设计师 这样的人现在千千万万 千千万万 他在文艺界不但毫无地位 也没有任何人知道的 咱们六十多年来 这个官方美术史 官方设计史 官方雕塑史 官方什么什么什么 里头有一大堆座位 都坐着牛逼哄哄的人 名片拿出来都是 这个正的 负的什么这一类的 院长什么什么什么 沐昕什么都不是 什么什么都不是 大家不要忘记这一点 但我相信他比他们都好看 但是这是他的一个策略 这是他策略 他在讲课当中就像你讲的 非常难得的看到他 那么放开了谈政治 谈社会 谈这个时代 他也谈到他自己 他说 四十年代末快要解放的时候 上海美专的学生 当时的索义文人 都抱着一个梦 然后宿舍里都放着克里斯多夫 放着什么什么 图格涅夫 安德列夫 什么阿哈马托瓦 什么种种这些 但是他说 四九年一来 五零年 他立刻明白 这样的日子 要过去了 怎么不可以了 同学见到他还会说 沐昕你还挂贝多芬的像 你还挂达芬奇的像 你还穿白裤子 你还穿白白靴子 意思就是说 所谓资产阶级这一套 西方的这一套 不可以了 不行了 是危险的 他为此付了很大的代价 为此付了很大的代价 但问题是 就是他还是玩真的 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 他曲曲折折 就是一直到出国为止 没有放弃他 最最深处的那个 那个志向 就是我要做那样的人 我要做那样的人 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我要做那样的人 他的书里边 谈到了最多的 恐怕是两个人 一个是耶稣 一个是尼采 我没想到 圣经文学他会讲那么多 就在跟你们讲课的时候 这个路心先生去思想 是很微妙的 不是说一句两句话 就能够讲得清楚 比如他讲到 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关系 很多东西非常耐人寻味 他说花那么漂亮 山水 花 这个自然 这种造型 仿佛是自觉的一样 这种自觉 总是让我发愁 让我的无神论 无不起来 那么你说 木星是个有神论者吗 他说他不是 他说我是个拙劣的 无神论者 是个语心不忍的 无神论者 圣经 基古埃斯经这一章 我看的最仔细 他说爱他爱耶稣爱他老 把耶稣看着是一个 宝经世故的宗教 就是道德和精神的天才 然后谈新约等等这些 在座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 或者对宗教感兴趣的同学 有没有 后面有人失忆 我相信我们回头会留点时间 跟大家互动 刚才那位16岁的天才 还有这位哥们喜欢 你是基督徒吗 麻烦给那位同学 你上教堂吗 啊 对啊 嗯 我也有比较相信 那个人是少 啊 啊 好好好 嘿嘿 好 呀 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宗教在我们国家 也啊 其实在一个蛮未妙的时期 据我知道东北也 民间集资可以盖很多教堂 而这将这一块乡镇的教堂 似乎也一直在 啊 当初虽然有很多问题的 也一直在 信徒也不断在增加 尤其是年轻信徒 哎 这个时候我相信他们中有人读到 穆辛先生对宗教的看法 对基督徒的看法 对耶稣的感情 我相信他们不会在别的地方读到 呃 一个神父 一个一个一个 不不告诉不了他这些 嗯 我想 哎 穆辛坛耶稣和坛 老子在很多时候 就在谈他的绝望 以及在绝望当中 能如何生活下去的一种 一种执着的东西 对啊 问题是这个绝望 它通向两个他的论点 而且他坚持了一辈子论点 就是一个宇宙观和一个悲观主义 嗯 但问题是 光是悲观主义 这个你就就 这话题就太大了 就舒本华 尼采 一直到古希腊 然后他要把这根线 一直接到类似像 曹雪芹到老子啊 到屈原 这这这这一块 是的 所以我倒蛮有兴趣 今天就你对他和尼采的 关系的看法 因为宇宙文学史 这一块 像他谈尼采 我真是还是真是没看法 我刚才 就接刚才这个话题 就谈绝望的问题 这个也不是因为失恋 或者个人那些过节 或者个人的遭遇所产生的 因为像木星这样一个文化现象 他是一个文化人物 他的这种敏感性 对时代的忧患 对整个现代世界的走向 会产生某种非常大的这个感情冲击 所以这使他持续的会 会跟耶稣和老子去进行对话 我在木星当中经常看到这些 是在你其他 其他座下里面看不到一种姿态 他会升华 在最低暗的这个时刻 跟耶稣对话 对话五十年 然后升华在哪里呢 我又觉得 我们谈到的这一面 但是我觉得 以我对木星的认识 和我这两三遍在复读这个听课笔记 我发现当你找到他的一端的时候 他还一定有另外一端在等你 就是他悲观主义 他宇宙观 他跟老子 他跟耶稣 那种绝望 种种 但是你又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人 从头到尾 在这四十多万字当中 一直在强调九神精神 对 一直在强调快乐主义 甚至在强调享乐主义 他当然当中有个中介 六十一卡罗斯精神 就一定要往高飞 飞的一定会跌下来 这样的人才是艺术家 但是另一面 他不断不断会提到九神精神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 就光是在那儿悲观 在那儿望望望望望 在黑暗里面谈 不是好汉 他又能不断不断强调这个 而且他自己自称他是个享乐主义者 享乐的包括美食 我最近还在他手稿中发现一张菜单 我以后一定要出版这个菜单 这个菜单很有意思 好几个菜 大概从十来个吧 他是享乐主义 同时美衣美食美文 坚定不移的执行 这三美主义 然后这个人是个悲观主义 就像他谈到安徒生一样 他说一个老见俱华 历尽沧桑的人 如果还喜欢安徒生 这个人全了 我相信正在说他自己 但他讲的时候脸上表情好开心 好像真的在讲一个他认识的人 你讲到尼采 我想起他一张话 他说尼采最后十年 从来没有说过一句粗话和脏话 他说使得我们的全体无神论者 同身赞美上帝 他说一个人清存到连前一世里边 都没有扎字 看来耶稣不是独生字 这句话力量太大了 太大了 没有一个人这样来谈 这个两位老师刚才对谈了那么久啊 我们来一个互动环节 两位老师喝点水休息休息 徐老师讲的一头大汗 我最高兴的是听到下面的这种回音 有时候声音响 有时候声音低 真好 谢谢 好 再举一次手 真的读过他作品 哪怕两三篇 OK 这些同学很诚实 刚才说知道这个人 但是无论读到了 手就没举起来 这非常诚实 其实沐昕先生很多作品 我也没有读过 虽然我跟他那么熟 对不起 我有点感冒 这一杯放过来 所以呢 来之前 我就有点揣测 就是虽然我听说 全国各地有不少青年喜欢读沐昕的书 但我相信数量不会很多 也就是说是一个较重范围的一个阅读 可是在去年沐昕先生去世的那一天 就是追悼会的那一天 全国一百位年轻人跑到同乡殡仪馆参与这个送别 然后下午在乌镇做了一个追字会 开了将近四个小时 很多无名的陌生的青年 非常动人的发言 而在这个会上他们说 我们听说你们在纽约曾经听过沐昕先生讲五年文学课 能不能公布你的笔记或者他的讲义 那当时这个情形呢 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大家眼巴巴的看着我 希望我给一个承诺 那我当时就承诺了 承诺以后从今年春天开始 我就把五本笔记本拿出来 因为当时是非常快的速记 所以年轻的编辑可能无法辨认 所以每一个字都是我自己打到电脑里头去的 那么打了将近半年左右 我点击了这个数量 才知道我当时记了42万字左右 一共将近90克 将近90克 那么对不起 今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北京的这个理想国工作室的主编 刘瑞玲女士也来了 过去六七年我的书都是他出的 然后沐昕先生的所有著作也是他出的 那么现在有了这么一个文学课的笔记 也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的贝贝特 这个我到现在都不会念准确的称号 应该理想国和贝贝特什么关系 反正这本书目前已经上市了 要铺到各地的书店可能还要还要还要一段日子吧 那么总算我做了我当时向青年人承诺的这件事情 那么在将要出版的时候 我们挂了一些小小段落在网上 比如说最后一课 还有在南方周末发表了这个先生这个讲稿中 大概几百条他的摘句 引言 就迅速得到非常多的转转转述 非常惊讶 有这么一个人在谈文学史 所以我特地要问 第一这儿有多少是喜欢文学的青年 第二有多少人听说过母星 阅读过母星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到了这儿的时候 我特别提出 能不能让本校比较文学系的教授 许志强先生跟我一起谈 为什么呢 因为2006年当母星先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 出现在大陆的媒体上 然后出现在书市上 知道他的人太少太少了 就我在那儿做似乎介绍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是一个反常的情况 我非常希望得到文学圈内懂行的人的呼应 我是没有念过书的人 我更不是个文学家 我没有资格来平息穆星先生的文学 这个时候 我相信最先做出反应的 那么几个人里在南方就是许志强先生 许志强先生是中年成的文学史的教授 比较文学的教授 我当时完全不认识他 所以那个时候到杭州有一个机会 我就跟他见面了 见面以后我非常非常高兴 因为他几句话 我就知道他完全看得非常准确 对先生的文学的把握非常准确 这不是很容易遇到的 我多少在北京上海能够遇到不少文学家 或者文学评论圈的人 并不是十个人里 并不是一下子能找到这样的回应 而最早到乌镇去看望穆星先生的 也是许志强先生 他带着他的太太 他的孩子 在06年 这个好像好点 所以他是在国内 这个年龄层的文学家 文学研究者里 少有的几位直接见过先生 跟他非常愉快的交谈过的人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许志强先生在这些年 居然持续在他的文学课程上 继续在讲授穆星 他告诉我 穆星的年轻读者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很多根本都不是中文系的 不是这个专业的 我就跟他说穆星也不是中文系的 那么我后来因为换了email 然后电脑我又不太会弄 所以我失去了他的联络地址 但我知道去年在哀悼的人群当中 许先生默默的也在那里跟先生告别 所以我一定要找这个机会 我说许先生你来 咱们俩一块来谈穆星先生这个人 同时来谈刚刚出版的这本书 所以我再问一次 大家有没有兴趣听 有 为什么有兴趣听 为什么 你们有这么爱文学吗 爱无极物 文学组的同学不必回答 虽然我不太知道你们为什么爱文学 然后你们在读什么文学我不知道 有兴趣听吗 有 好 许先生请你来 我呢 其实一个是我不可能在一个被人幸福的一个一个程度上来谈论文学 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讲演者 我不会准备我也不会计息的讲 所以今天许先生帮了我大忙 他甚至已经有了一个框架来进行这场对话 回头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可以交流 我能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比较熟悉穆星先生 我从1982年认识他 1983年密集的来往 到他去年去世我跟先生有29年密集的交往 所以我大家有兴趣回头谈到他的文学 我愿意随时谈一些就是穆星先生的故事 和他的性格和他的部分经历 我们现在先放一下这个PPT好不好 大家有没有兴趣先看一下穆星先生图像的图像中的一些经历 有没有兴趣 请大家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陈丹琴老师 大家好 下这么大的雨 这个灯太亮了 这个有点像神讯的样子 这边台上还有地方 还有地方 其实 可以上来 我们上 来这边也来几个 就不能太近了 不能太近了 这个场面完全是一个抢新的场面 这个后面也可以 后面也可以 我这个一下抢不住了 来同学们 这个尽快找地方入座 陈老师要开始讲课了 大家保持安静 我不是讲课 我一点都不会讲课 我倒觉得可以先把猜讲做点 好啊 你不是要猜猜猜讲吗 先要猜讲啊 那好吧 先要猜讲 对 陈老师说先抽奖 抽奖以后 我再不好意思讲 不然大家就等着 家伙快点讲完 这样子 这个前面的同学也提意见了 这样吧 那个灯能不能关一下 我们看一下 能关了吧 谢谢 你们觉得这样吗 就你们在我这个位置 因为你什么都看不到了 就这两个光 关掉吧 这样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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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还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想做吗 因为我很怕 这样一个涉及到阅读文学的一个话题 并不是在座所有青年都那么有兴趣 虽然我听说今天来了各校的 好像有30多个文学社的团体的同学 可以举手吗 虽然不多 但是也很不少 据说还要代表才能来 是不是这样 你需要十个人 啊 文学社为什么要有代表呢 这不是开十八大 啊 啊 名额有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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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始 大家可能会知道我今天的话题 谈到我的老师沐昕先生 最近刚刚版的一本书 是他在二十多年前 在纽约给我们一群艺术家 上了五年的文学史课 世界文学史 那么我当时留有五本笔记 啊 呃 去年大家可能听说了沐昕先生去世了 呃 我想问一下在座有多少同学知道沐昕先生这个名字 去世了 不到六十岁 啊 那么就剩下他和他的姐姐 然后到沐昕先生 三十九岁时候 也就是一九六六年 我们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时候 他的姐姐被批斗而死 啊 这张照片里最后就剩下沐昕先生一个人活下去 啊 一个人活下去 那么去年沐昕先生去世以后 我写了蛮长的一个追悼的文章 最后我忽然发现沐昕去世以后 他回到这张照片去了 他跟他的全家团聚了 啊 这就是他第一张照片 来 咱们看第二张 谢谢 之前也看过这些照片 你拿到书了已经 对我今天刚看 这张照片大家看是一九四六年元旦美展留念 谁的美展呢 是沐昕先生的第一次个展 那时候他多大 十九岁 十九岁 很皮的一个青年 很聪明 很皮 一看就知道很零零的一个青年 他那时候跟我说 他一天到晚喜欢开玩笑 学校里叫他填表 说最喜欢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 他说吃饭 不是出来 就就很调皮的时候 可是他的第二次个展是什么时候 大家知道不知道 他第二次个人展览是一九八六年 将近四十年以后 此后他再也没有办过任何展览 他远避文艺界在一九四九年以后 是我陪他到哈佛大学 在那给他办了一生的第二次个人展览 然后他看到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 就是去年十一月十七号左右 因为十一月十七号先生已经昏迷了 开始说胡话 他送到同学院医院急救 我从北京赶过来 赶过来我就带着这张照片 我怎么有呢 是在上海有人 在从前上海美专的老同学里 不知道怎么找到了这张照片 我相信先生已经有半个世纪没有见过了 我就拿去给他辨认 他花了很长时间才认出来 那个是他自己 大家想想看 一个八十四岁已经冰死的人 忽然看到自己十九岁时候的照片 是什么感觉 然后我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不留这些 他说那个时候国破家王 留这些照片干什么 他说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根本不在乎这些事情 可是他自己看了这个照片 看了很久 非常感慨 好来下一张 这张照片什么时候拍的呢 是在一九九一年左右 穆辛先生已经六十三岁了 他正在跟我们上课的期间 一个老绅士 站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这个石头那边 整个曼哈顿市建筑在一个一个一个坚硬的石头上的城市 好再下一张 这张照片拍在穆辛先生六十七岁的时候 也就是一九九四年 他跟我们全部上完了世界文学史课 我们有一个结业的party 他在这个party上拍的照片 他西装里面这件衣服是他自己改的 亲手改的 他会做衣服 来再下面一张 这张照片就是一九 我看过二零 二零零七零八零九三年里面 他在乌镇的某某某处拍的照片 当时他已经八十岁上下了 好 这个是穆辛先生的遗物 就是他生前戴的帽子 鞋 用的小竹台 小镜子 皮包 现在还在他的卧室里放着 走 剩下的 好 这本书里啊 收入了一些珍贵的插图 什么插图分两部分 一本 虽然这本书大家现在手里还没拿到 但是有个PPT 我展示一下穆辛先生 童年时代 少年时代 青年时代 还有他晚年跟我们上课时代的一些照片 从来没有发表过 哎 哎 这个灯稍微可以按一按 哎 来 哪位同学的脑袋 稍微 可以放得慢一点 让我让我让我有机会稍微讲两句 太快 太快了 太快了 对不起 回到第一章好不好 呀 好 呀 这个放到全 全页 全页 呀 OK 穆辛先生的属兔子是1927年生人 啊 他是浙江人 在座浙江人举手 哎呦 哎呦 不得了 那都是浙江方 哎 同乡和乌镇的同学举手 有没有 你是同乡来的 OK 我回头要跟你说到同乡的一个女孩子 啊 啊 这张照片呢 是他非常难得的一个全家福 这张照片估计设在1931年到32年间 是穆辛四五岁时候的照片 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呃 左手是他的父亲 啊 三十出头 在他身后是扶着他的小姐姐 然后他的母亲 呃 个子很高 有那么民国时代的刘海 最右边的这个女孩是他的大姐姐 啊 那么我告诉大家 这个家庭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就是在穆辛 在拍了这张照片的两三年以后 这位父亲就去世了 去世了啊 呃 穆辛好几次跟我回忆的 就是 呃 病重 然后忽然那一天起来 说我好了 我可以打拳了 哎 然后叫了儿子在旁边看 打了一路拳 躺回去 晚上就走了 啊 当时穆辛是七岁 他毫无感觉 他说我一点都不悲伤 可是这次在讲文学史的时候 他就谈到 一个人不理解别人的悲伤 是因为他自己没有经历过悲伤 他说他七岁的时候 家里面就记得和尚尼姑在这儿 呱啦呱啦念经 啊 一点悲哀的情绪都没有 所以到他七十多年了 七十多岁的时候 有一次 穆辛忽然打电话叫我 他说我昨天梦到我爸爸了 啊 这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同学曾经丧尸过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 一定会梦到 可是穆辛在七岁上 到七十一岁以后才梦到他的爸爸 我说你爸爸怎么样 他说你就是从我尊姑呢 他跟我讲上海话 你说这家人应该都懂 都懂点上海话 我看龙男人 龙男人 他马上就身体一挺 就看着一个地方 好像就他爸爸走过来的那个方向 他说 我就叫你爸爸 我印象很深 他在讲这些时候 我相信他非常克制自己的感情 但这是一个神迹 就是一个人在七十多岁的时候 梦到自己一辈子没见过的那个爸爸 几乎没有记忆的一个爸爸 OK 在这张照片上 他们俩站一块 然后到了几年以后 他的小姐姐到十五岁的时候 得疾病也死了 这穆辛先生有一次 跟我在火车上谈起这件事情 有点哽咽 因为他说 他小姐姐去世的时候 身体已经蛮长了 就挺大的 而且还有个男朋友 那个男朋友就在床上 哗哒哒哒的那个脚就打哭的非常厉害 好 那么家里就剩下穆辛 母亲姐姐三个人 这样子一晃就到了 咱们叫做解放后 1949年以后 1956年 穆辛先生 快要30岁的时候 29岁的时候 第一次蒙冤入狱 被人诬告入狱 入狱的时候 他母亲太着急了 生了病 然后等他出狱的时候 平反时候回来 他母亲已经 他母亲太着急了 通奏